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居家学习 目前这个居家学习已经实施了一个星期 那么最近其实在不少社交媒体 或者是报章论坛上面会看到 有公众对于居家学习提出的批评 那有人就指出呢 教材的内容并不够丰富 也有人觉得说呢 和学生和老师之间缺乏了互动 家长和老师们在摸索居家学习的过程当中 遇到哪些难题又要怎么样来配合解决呢 我们现场连线副教育总司长孙振伟 孙司长你好 你好 你好 是司长 我们知道教育部上个星期实行居家学习之后呢 发生了学生使用的这个视讯平台 在zoom遭到入侵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目前当局的这个调查结果是什么样 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安全披露呢 那我们发现这个单独的这几个事件呢 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在老师 有些老师在应用平台的时候 安全的设置不够完善 所以上个周末教育部进行了一些安全标准的强化 我们也很严肃地面对这件事情 并把它交给警方处理 希望能够把这个骇客神之于法 那么在这个部分 网络安全方面家长和学生 他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吗 其实在网络上教学方面 他只是居家学习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的老师们在设计居家学习的时候 会和网上和网下的学习 做出一个平衡 让学生们除了在网上学习以外 也有线下学习的一个平衡的学习经历 所以家长们不需要太过担心 孩子们花过长的时间在网上学习 那也可以稍微提醒孩子们家在网上学习 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的安全意识 是 我想这段日子看到很多的家长 大家一般是居家办公的同事也要看过孩子 那甚至还要兼顾三餐还有家务等等 这个时候家长们的压力是相当可见一般的 是的 我们节目又访问了一位在座补习老师的家长 需要在家远程的教育 她有一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 还有一位上幼稚园的儿子 那么孩子们居家学习当中 她遇到了哪些挑战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们早些面对的问题 就是小孩不懂得操作一些app 例如zoom 所以我得在我女儿旁边帮她 在上个礼拜也有报道说 某个老师在zoom上课的时候被黑客潜入 所以现在如果有live的话 我就会全程陪伴 幸运的是我女儿只有在星期一三和五zoom 所以每次不超过15分钟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个坏事 因为老师都不是在教课 而是让同学们有互动 让他们看到对方开心一下 比起别间小学 我的女儿的功课量少很多 因此我有点担心她会跟不上 虽然说取交了年终考试 可是到了最后还是有年尾的考试 我担心的是老师会教不完 或者因为为了完成课程教得太快 小孩便不明白 从早到晚就是要监督他们 准备三餐给家人还得工作 说真的是很累 如果居家教学的时间延长 我看我会晕 晕了后还是得坚持下去 一方面要做的东西就变得更多 而且小孩子没有户外是不行的 我自己本身的电池也快要用完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其实很享受 能够和孩子有更多时间相处 能多一点沟通 一起烘蛋糕 玩游戏或画画 看来除了网络安全问题之外 这位家长也提到 他相当担心学校复课之后 老师会需要赶课 以完成这个课程的内容 那请问司长 现在教育部有没有可能会考虑 改变对于学生们 这个学习进度的要求 我们请家长们放心 学校和教育部都在留意着 孩子们的学习进度 那当学校可以恢复 在课堂上课的时候 学校会有不同的措施 能够腾出多一些时间 来帮孩子们跟进 那如果发现孩子的进度 还是不如预期的话 我们也不会超之过急 能够通过不同的其他的方式 来让孩子做出适当的调整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考试的内容 稍微做些调整 一些删减 然后在批改考试 或者测验的时候的标准 也稍微考虑到孩子们的 学习进度的情况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调整的范围里面 所以请家长们不必要太过担心 这个开课之后 老师会超之过急 是 阻断措施来的的确非常突然 那么居家学习不只是家长 学生要适应 其实老师在教材编写 这个教学方式等等方面 也得做出调整 那么身为老师呢 在这段时间又碰到哪些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认为在这居家学习期间 最大的挑战在于 如何确保学生们的学习不受影响 从一个熟悉的课堂环境 转化为一个虚拟课室 对师生们来说是一大挑战 我必须去改变我的教学方式 同时探索 如何的有效的去利用 各种网络平台 和学习工具呢 让学生们继续学习 例如加一堂课重新设计 将它切分成好几个部分 再利用新加坡学生学习平台上的工具呢 来评估学生们的理解 是 其实我们看到 整个教学模式颠覆 老师们除了要学习 用不同的科技辅助教学 还要花更多的时间 准备着线上的教材 也是非常的辛苦 是的 那其实呢 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家长提出 我认为说现在是不是监督孩子 学业的重任是落在家长身上 那有人提出说老师是不是很空闲呢 面对像这样子的评论 也有老师之前在网上发了贴文 吐露心中觉得委屈 苦闷 引起了不少的共鸣 请问一下司长 这方面教育部有没有一些措施来帮助老师们减低这方面的压力 有的 那我们教育部有一个团队在背后呢 正在努力地加速地去开发一些教学材料 让老师们和学生们在居家学习的期间可以运用得到 我们会把这些材料呢 上载到我们提供的学生学习平台上 让学生和老师们受惠 可以为老师们提出一些帮助 可是我也要必须可能提出来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不只是学生家长面对一个巨大的改变 老师们面对的挑战也是很艰巨的 那老师们在短时间内调整他的教学模式 学习一些新的教学工具 这个期间面对的难题跟一些挑战是避不了的 那做得不完善的地方 我们希望家长们能够体谅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看出了老师们他们的高度的专业精神 不管外面的环境再怎么改变 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以学生的利益作为他们的推动力 这是让我们都感到很骄傲自豪的 我希望老师们加油 也感谢家长们的体谅 是 相信这时候大家都相当的不容易 那我们知道说现在除了失序 请问老师还会不会使用 不同的网上教学工具来授课 或者是用来监督学生的学习进度呢 是的 那刚才我说的 教育部提供的学生学习平台 是一个很多老师跟学生都在运用的平台 每天都超过90%多的学生都在运用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提供老师不同的教学材料 还有教学工具 让他们能够提供远程教学 还有监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作业表现 当然除此之外 老师们也有其他的工具 比如说通过一般的电话 短讯 电邮等等继续和学生保持联系 毕竟没有办法在学校里面面对面的交流 是一种遗憾 可是在这个非常时期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保持班级学生之间的联系 还有他们的联络 是 我们知道居家学习 因为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更长 家长也可以趁这个时候教导课堂以外的知识 是 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之前访问的这位家长 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来特别教育他的孩子 例如我女儿她突然对魔方很有兴趣 我们就鼓励她 她起初觉得很难 可是在一个星期内她就掌握了窍门 我感到很开心 这加强了她的自信心 她还叫我把整个过程录起来 上载Facebook 教别的小孩子怎么玩 她其实是一个很害羞的小女孩 可是因为掌握了这个新技能 她变成有自信 而且我感到很骄傲 除了魔方 我也会教她煮饭 这是一个生活的技能 既然现在比较有空 而且通常我都是在家准备三餐 我就想在这方面培养她 我们知道这时候课业还是很重要 就请教司长 这个居家学习期间 学生们是否自律是他们这个学习效率的关键所在 那么老师在这一方面可以如何的鼓励学生独立学习呢 的确是 我们教育的其中一个重大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培养起自力还有自强的能力 所以在居家学习这段期间 希望老师们和家长们都能够参加利用这个机会 让孩子们继续在这方面成长 我们在面对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们的时候可以给他们多一点的自由去设计当天的学习课程表 鼓励他们在面对难题的时候先自己思索一番 思索不得解的时候才去可能去群组里面找同学或老师的帮忙 那年纪较轻的孩子尤其是小学生可能自力能力还不强 那家长们就可能需要花多一些时间帮他们规划一下学习的空间 学习的日程表 还有帮他们登录一些平台学习 那希望这个是一个过渡时期 当大家都习惯这个新的这个节奏还有这个学习模式之后呢 希望家长们会觉得就比较得心应手了 好 再次感谢治疗的分享 谢谢 另外我们看到本地客宫宿舍的这个冠病疫情呢 引人担忧 那么染病的客宫积增 更多宿舍呢被化为隔离区 看着身边的人开始病倒被送到医院 被禁足在里头的客宫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 稍后一起进入本地最大传染群S11 访而客宫宿舍 听听里头客宫讲述心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散试